我夫妻两个都在上班 那孩子上一年级他上半天课 那接下来时间该怎么办 大部分的学校呢 都还是在使用统餐 从净菜还有这个验收 都不是在学校 或者是可以管控的情况之下 是应该是平常真的是家长跟孩子 外食的时候 吃的口味真的是太重 那厂商他为了迎合学生的口味 为了让学生能够喜欢他投票 所以他都是以偏口味重油炸 或甜点点心来供应我们学校的午餐 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 可能没有警觉他们的身体健康 但是现在台湾很多 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这些都是慢慢的 长时间饮食习惯所累积的 在吃统餐的时候 小孩子都回去都会抱怨说 菜色好像都炸的东西会比较多 而且在吃的部分 那食材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就入口了 我们希望小孩子在吃跟学习 都比较能够快乐的 因为我们是双心家庭 所以就是说我工作下班的时间可能比较晚了 我要这样接送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压力 有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那个时间点去接他 变成说我就是要先把这边忙完 有时候那边又应付不来 回去有时候我还要做家里的事情 要煮饭啊干嘛的 那他忽然间又问我说 妈妈这个怎么写 我总不可能说这边不要煮 就是很多家庭主妇一定都会这样子 一定是第一个就是先生气吧 他在赶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很多情绪的压力 他其实回去会造成很多亲子的问题 一定我的情绪会比较浮躁 我会想要生气骂小孩 盘现场自从上任以来 他对于屏东的基层的教育 以及很多的需求非常的了解 那很多父母亲可能都还在就是工作的时候 就要去接小孩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利用学校有最好的空间 而且还有专业的师资 那也结合很多社区的照顾人士 在国小全面开办课后照顾 四点下课之后 那希望可以让孩子在学校里面 有就是老师来照顾 那不只是照顾他的课业的写作 让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课后社团 那你会发现到说 小朋友参加完社团之后呢 他再回来他的课后班 可以吃吃点心 很冲容地把他的功课写完 然后老师知道完之后 然后家长再过来接 因为功课不会 可能有的家庭他是一个小孩子 他没有感觉 可是像我们这么多的小孩子 真的感觉很明显 减轻我们很大很大的阻挞 不用来回接送的问题啦 这个在学校 那我们比较放心 反正我们接送 我觉得妈妈就比较不容易 还有就是孩子的一个 就是成长的营养的需求问题 是家长非常在意的 中央厨房或是我们的分拌厨房 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是 所有食材的来源都是我们作源的 我们目前我们的学校的 午餐食材是 中央所推动的市场品 可以追溯到每一种食材的来源 谁生产谁负责 口味变清淡了 而且营养素质也会比较高 学校有这个营养午餐在供应 对学生的健康也会比较好这样子 少油少盐 然后青菜比较多样 跟贾力很像 我觉得跟贾力很像 很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好吃 吃饭 好吃 孩子 美人 别 therm 美味 至少 小ime 我们 希望